尊敬的 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 佛儿的第二天 下午 大家要一定来做一个 总结的回向 过去我们 师父上人 讲经当中 常常劝到我们 念佛 固然重要 但是你能够在处事 待人 接悟 换句话说 在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中 你能够 八风吹不动 念佛往生就有把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心不颠倒了 所以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心不颠倒 极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 国度 因为你不会被在外面 所有的境界中 而所迷惑了 你能够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能够在这个生活里面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不但你不会被这个境界而所转 而且你天天都在转这个境界 你念佛能够念到这样的程度 那就恭喜你们了 你就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 你的生死就自在 了五卦碍 确实真的是这样 很多在这个念佛故事里面 大家都知道 东瓜和尚天天逛街 心有没有被动摇 有没有被外面的境界而所转 不但没有 天天在转境界 天天心 保持那个清净心 最后 你看他老人家 欲知死者 往生西方净土 你要学这样的主事 所以我们念佛 要在哪里去磨练呢 就是在生活里面 去磨练 如果在念佛堂去 磨练自己 磨练不出来 不要认为以为我在念佛堂 念佛念得不错 境界得不错 但是在外面 一到境界来的时候 你看 还没考验就倒了 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佛号 有没有得力呢 自己最清楚的 一目了然 你有没有精进 你对这句名号 有没有真的得到利益呢 自己非常的清楚 在境界当中 有没有被动摇 就如同我们老和尚首讲的 霸风吹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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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不动 真的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试试看 一到境界的时候 你能不能 被这个 首讲的霸风吹不动 所以我们过去呢 我们师父上的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啊 过去常常对这个台中联社的佛友 常常告诉他们 主师大德啊 我们值得要学习 但是全慢 不要学什么 学书东波 苏东波不能学习的 虽然他学习不错 但是啊 他还是不是很好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苏东波的名字啊 有没有呢 很有名的啊 中国啊 国内的 有没有听到这个苏东波的名字 有吧 你看苏东波跟那个 金山寺的主持 佛印禅师 两位是交好的 就是好朋友 但是他们两个人呢 常常辩论 在辩论当中啊 苏东波常常输给佛印禅师 所以有时候啊 想尽办法 怎么样辩论赢过他 但是每次辩论 就是输给他的 那苏东波有一次啊 他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 头一句啊 他书东波是这样写的 他说啊 其中 其所 天中天 豪光 照大千 其所 天中天 是指赞叹佛 对佛的称赞 对佛的这样的尊敬啊 都是天中天的嘛 那为什么对佛的称赞呢 他说佛 他的好光 好都是三十二项之一 那佛的摆好啊 能够度无量无缘的众生 也能够救无量无缘的众生 也能够加持无量无缘的众生 所以苏东波对诸佛的称赞 无体陀地 所以对佛的礼佛 礼赞 赞叹 这个就是称赞 对佛的称赞 那下面的那一句是怎么写的 对谁称赞呢 对自己称赞 你看那上面对佛的称赞 下面的那一句对自己的称赞 怎么称赞呢 他说端坐子尖连 端坐就是静坐的意思 八风吹不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修行修得很好 我已经进入什么样的境界 已经如如不动的境界 所谓的八风吹不动 自己称赞这样的哦 然后呢 这个苏东波啊 为了要表现 让这个佛应禅师啊 对他的称赞 写得非常好 就把这一首诗呢 请他的书童过疆 这个渡疆 然后呢 把这一首诗交给这个佛应禅师 也请这个书童啊 问问 这个佛应禅师是怎么说的 怎么称赞的 佛应禅师有没有说话 没有 只是想了 学了两个字 在这个首诗 这一首诗里面 学哪两个字呢 佛应禅师直接了当 没有拐弯抹角 写什么 放屁 发现佛应禅师啊 哦 我学了这两个字 在这个苏东波的这首诗 然后呢 把它卷取来交给苏童 苏童就问佛应禅师 有什么话要交代 没有 回去 给他看 他就知道了 那个苏东波啊 哇 真的好辛苦啊 很欢喜 哎呀 这个佛应禅师一定对我的称赞 对这一首诗的 赞不可妙 那当他这个苏童啊 回来啊 交给这个苏东波的时候 苏东波就问苏东 哎 佛应禅师有没有收 有没有对我的称赞 他说没有 一句话也没有 那 那有什么交代 没有 他是交代 你好好看那首诗 没想到这个苏东波一打开 他所写的这一首诗 看到了这两个字 放屁 哇 这个苏东波 受不了了 生气了 忍不住了 这个苏东波很难受 没办法接受 渡江而过 就把那个船啊 去找这个 去找这个什么 佛应禅师 又跟他辩论 我写这么好的一首诗 你为什么跟我回答 放屁呢 哎 这个 佛应禅师知道 这个苏东波一定会来的 他跟他辩论 哎 这个苏东 这个佛应禅师啊 就在这个 金 金四三 金三四 门口 等他 哎 真的 苏东波来了 苏东波来的时候呢 佛应禅师啊 就讲一句话 他说 苏居士啊 你不是刚才讲的吗 霸风 吹不动 我才讲一句放屁 你就打而过江而来 哦 又跟我来辩论 什么意思呢 这个苏东波啊 听了这一句话 哎呀 还是乖乖听话 一句话也没讲 乖乖回去了 你看 这个佛应禅师 怎么样应对 这些知识分子的人 这个太厉害 智慧第一 真的 智慧的真的是不一样 你看 苏东波学佛也学得不错 很有名的 你看 才讲一句话 放屁 受不了了 忍不住 生气了 所以你看我们呢 常常也是这个样子的 哦 在念佛堂啊 在家里啊 在佛堂啊 念佛念得不错 当到异道境界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在批评你 哦 讲你坏话 不听你的话 或者一些作为你不高兴 讨厌的 你会不会生气 你会不会发脾气 会不会讨厌 或者你会不高兴 小小的境界 我们就忍不住 就考不过 将来 临终的时候 业障现前怎么办呢 哦 所以啊 念佛啊 不是靠着我们这一句 这个嘴巴 所以我常常讲啊 佛不在多在精 精就是讲 就是专的意思 修行不在形式 而在实质 不在这个语言的表达 但是在对你的 身教的现实的做到 而表达出来的 所以啊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情 你不相信 我问你们自己 是不是有这样的 小小的事情 受不了了 哇 那个罗叉鬼的脸出来了 那个罗叉鬼知道吗 你是叫罗叉鬼吗 你们有看过 罗叉鬼的那个脸上 就是这样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能够把这个境界转过来 念佛成功了 一目了然啊 你自己很清楚 成不成就 关键在于自己 不在于主事大德 佛能不能获得功德利益 关键不在于祝福 在于你自己的行持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一到逆境的时候 有没有发脾气 有没有 有的请举手 你看 几乎都有啊 没办法呀 你看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在想 如果你想要这一生 顺顺利利往生西方净土的 一定要把这个业力处理好 业力也没有把它解决 那将来不但没办法 待业往生 而且你被这个业力而所转 被这个业力而所带走的 那带走的地方 那不是西方的世界了 几乎都是亡 不善都是三恶道去 那就很可惜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真的很难得 所以好好去修行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真的要保持 能够八风吹不动 那是最好的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来考验我的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佛菩萨是来考验我的 我也没有资格 我没有考过 这样的观念来修行 那念佛就很大的利益 希望大家不要学书东波 小小的境界受不了了 以后的境界 大的境界来那怎么办呢 这个是我们是福尚人 对于我们念佛的人 特别是这一生 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要留意要注意的 这个心很重要 这样的说明听懂吗 听明白吗 听明白就好 因为人生是无常 说实在的 今天早上要得到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护法 先生本来是很健康 突然间 突然间啊 整个人啊 又生病 看到他生病这样子 感觉到很苦 请问师父能不能为他消灾啊 回向啊 我们既然能够帮助他消灾业障 关键还是他自己本身 因为业力很难转 不是不能转 很难转 而且要转这个业力 靠的是什么 他的愿力 愿力能转业力的 不靠愿力 业力是没办法转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 说明 昨天啊 这个有跟大家简单 讲到释迦牟尼佛 在佛说阿弥陀经 告诉设立佛尊者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 我们再重新来读一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佛啊 告诉设立佛 怎么说呢 请合掌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来念 设立佛 我见四利 故说此缘 若有众生 闻是说者 应当法悦 生 生 疲 国度 经文 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经文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段经文的说明 我们对西方节的世界 那就很模糊了 就是说很不清楚 为什么呢 关键在我见事里 我在这个地方 是指释迦牟尼佛 是指释迦牟尼佛 那释迦牟尼佛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 苦口婆心 圆满的大慈大悲 无问自说的一部 特别的经典 在里面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一切的众生 应当要发愿 求生西方节的世界 而这一段经文呢 是释迦牟尼佛的劝导 就是第二次的雀怨 这个是第二次的 但是呢 尊敬的这一同修大德 在这一段经文里头 在这一段经文里头 我们一定要把 我见事里 这一段经文呢 不能把它简单看过 也不能把它忽略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想透彻了 因为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 像刚才讲了 如果没有这一句话的话 我们真的对西方节的世界 对阿弥陀佛 很模糊 那我见事里 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 我们看下面的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 亲自 来为我们一切众生 来做一个证明 因为释迦牟尼佛 亲自看到了这个利益 他不是从外面而所听来的 是他自己牵引所看到的 一个人 虽然但又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一旦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他就获得阿皮靶之 阿维域之不上 这种的利益 他亲自看到的 那如果释迦牟尼佛 没有为我们证明 为我们说明 那我们对这个法门 就很难相信 很难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找不到理论依据 你说 虽然我们相信 阿弥陀佛 真的有发这个愿 阿弥陀佛 真的有讲这种话 但是实际上理论依据 我们还是很模糊 所以释迦牟尼佛 亲自来告诉我们 所以 在经典里面 才为我们 把五量寿经 跟我们讲过 所以 你看看那个 五量寿经的诸解里面 释迦牟尼佛 不仅仅讲一次 一般释迦牟尼佛 只讲一次 没有讲两次 但是对五量寿经 讲了很多次 至少三次 就是让你们了解 明白 确实真的有这样的功德力 而我所看到的 属于释迦牟尼佛 把西方籍的世界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弥陀名号的功德不可适 统统在这一部 五量寿经 为我们说明 所以五量寿经 是阿弥陀佛的理论 讲讲种种的一些 西方籍的世界 怎么样的成立 怎么样的成就 观五量寿佛经 只是为我们 怎么样修行的方法 才能够达到 能够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不听五量寿经 不读五量寿经 你是没办法去能够体会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适议的 你是没办法的 你想要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能够功德不可适议 了解这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既得世界 无尽的庄园 你必须把五量寿经看透了 寻透了 你才能够明白 不然的话你是不会了解的 听懂吗 你们有没有读量寿经 天天有读吗 佛怎么说 你看真的 你没有把五量寿经好好去听 去了解 你是没办法了解的 真的 这一句名号功德确实真的不可适议的 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我们西方的一切众生是没办法的 所以佛大死大非苦口佛心 劝导我们你要相信 怎么劝导呢 你看弥陀经里面 弥陀经有一段经文 大家一定很说 我们中间会念到什么 六方佛的劝信 有没有 六方佛啊 有没有呢 没有去留意啊 头一个是什么呢 头一个是怎么念的 你看哦 头一个我们就看到东方 东方有五量五边的诸佛 这五量五边的诸佛 以五尊佛来代表 有没有看到 阿处皮佛 虚弥相佛 大虚弥佛 虚弥光佛 妙音佛 有没有 是不是啊 为什么啊 忘记了 你看哦 这东方五尊佛来代表 很多人问 师父 五量五边诸佛 在这个东方 为什么这五尊来代表呢 都是跟我们修净土法门有关系的 非常重要 因为使劲的关系 我没办法为大家解释 等下一次再跟大家来说明 因为要把这个念佛的特色 把它讲完 你看这五方佛 这个五尊佛来代表 东方五量五边的诸佛 称赞阿弥陀佛 我怎么称赞 出广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死言 你看哦 到这样的程度 这五尊佛代表东方五量五边 就是十方诸佛国土 圣赞阿弥陀佛用什么样子 广长舌相 长舌相 佛的长舌相 能够盖住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表发什么呢 表发 我们的自信 真的不可思议 而也可以说明 阿弥陀佛功德 真的不可思议 那我们就知道 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呢 这个也是属于长舌相 属于佛的三十二相之一 三十二相之一 为什么佛会有这样的相呢 因为过去生从来没有打妄语嘛 没有欺骗嘛 所以人 如果有这样的相呢 这个人有福报 为什么呢 佛在经典里面 曾经常常告诉我们 一个人 你要听好 一个人 在过去生 如果三世 三世 不打妄语 不欺骗人 这个人的相 他的舌胎 生出来 整个把鼻子盖住 把鼻子 我们试试看 你们的舌胎 能不能把鼻子 可以住了 行不行 有没有 你看看 等一下你 吃饭的时候 你去那个 你的镜子去看一下 你的舌胎 生出来 能不能把你的鼻子 整个鼻子 鼻子的那个盖起来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过去生常要打妄语 你看那个 我呢 我牵眼看到的 我的道场有一位护法 他是女技师 他对我很扶持 也非常的照顾 他父亲一两位 对我很有照顾的 他的太太 我亲眼看到的 他这个舌胎 一生出来 把他鼻子盖住了 真的 有这种人 我亲眼看到的 你想一想 那 释迦牟尼佛 不仅仅 如果他的舌胎 生出来 把他的鼻子 盖住了 整个脸盖住了 这说明什么 释迦牟尼佛 十方诸佛国土 生生世世 从来不打妄语 从来不欺骗人的 所以用这种苦口 佛心的表法 来告诉你们 这一句名号 真的不可思议 往生西方 其他世界 真的不可思议 这找不到了 在死方诸佛国土 已经没有了 只有在西方其他世界 才会有这样的国报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不可能欺骗我们的 听不懂 听懂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可以打妄语 不可以欺骗别人 要讲实话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无论别人不高兴 也没办法 但是这个讲实话 也要一个 散巧方便 不能太直 太直 得罪人 这很麻烦 因为老实人 最容易得罪人 你说对不对 像我们一对夫妻 太太说 你要对我老实 因为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夫妻的关系能够好好照顾好 你看先生一看开始老实了 太太能不能接受 接受不了 很多这样的事情 太多了 你不相信 你问过你那些佛友 今天我先生 把那个他的私人钱偷偷放在另外一个部口 做太太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生气 她会生气 所以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说实在的 弥陀经 就告诉我们这样 粗广 长蛇像 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而且所讲的 就是 说成 十元 所以金刚经怎么说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金刚经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如来 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我们一定要知道 必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释迦牟尼佛的劝导 佛决定不可能 也不会欺骗我们一切众生 因为佛所讲的 就是实于者 真于者 你要相信 听懂吗 所以 相信有福啊 真的 能信的人有福 这个就是 为大家简单来说明 说明 这个 阿毕把志 他这个地位 真的很不容易 十方诸佛 怎么样对阿弥陀佛的称赞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李老师过去 临终的时候 他已经交代 这个台中的联赛一些佛友 佛菩萨现在来到这个世界 也救不了 唯有靠这句阿弥陀佛 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教我们 心不要动摇 你要对这个法门 你要好好 抓住 不要把它错过 因为这个法门是非常难的 真的非常难的 昨天师父晚上睡觉之前 因为最近师父 身体有一点 不舒服 真的不舒服 所以呢 师父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在观想 要靠我们这个能力 要靠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把八十八点建火断掉了 如果真的 这一生不到这个法门 不遇到这个法门 作为依靠 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 作为修行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我这一生最主要的 就是想要了生死的 我没办法 我不想再搞六道路 很苦的 太苦了 你们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已经看得出来 说实在 真的太苦了 我不想 一切许愿 能够做的 去做 能够修的 尽量去修 看待一切人 看待一切事 不要斤斤计较了 什么都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一斤阿弥陀佛 现在就这样想 所以尊敬的 各位同学 这个心态 不是对我们的消极 对这个世间的放弃 或者一些不对的地方 去想 不是 是因为太累了 这个人生太累了 太苦了 你想一想 你去观想 这个人生 哪一件事是你的呢 都是不是你的 到最后 你还是要离开 到最后 你还是带不走 那何必呢 这么辛苦去计较 许远 那我们要来了解 这个三不退 阿伟悦之菩萨 那三不退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什么叫做三不退 这句话很重要 保育大师在弥陀经要解 里头 特别的交代我们 一定要认真 把他研究 不能把他忽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不退 都是每一个修行者 每一个菩萨的梦寐的 的愿望 而所厌恋得到的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为不退 为不退 我们所谓的 就是入圣不堕凡夫 不会再多了凡夫了 因为你入圣 入圣是指什么 就是圣人的地位 是哪些人 是哪些圣人 我们看看下面 你就明白了 能够挣得位不退的 几乎 你首先必须要挣得什么 小城出口 许多万 言教出主 别教 这个言教出现 别教出主 这些菩萨都已经入了 圣人的地位 决定不会再退转 再来当做反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们已经把三界八十八边 建货已经断建了 见解正确 大家都知道 八十八边的建货 是由五大列 身建 边建 界取建 剑取建 血建 他们通通已经断建了 所以他们能够称为 所谓的叫做圣人 这圣人 但是这五大列的烦恼 但是这五大列的烦恼 我们看下面 这五大列的烦恼 都是在对于宇宙人生 一切万法最严重 见解的错误 为什么 他们虽然已经没有出三界 超越六道轮回 但是决定不会跺在三个道 他们不会再跺在反复了 虽然他们已经 入这个圣人的地位 但是还没超越 这个三界 六道轮回 但是他们不会退传 像什么呢 你看 像那个小城出国 天上人间 七世往返 最后他正在阿罗汉国 正在阿罗汉国 他才能够真正出三界 但是 他们的修行 是不会中断 那我们想一想 正的 未不退的 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下午再跟大家分享 看看里面的内容的解释 你就明白了 你要正在阿罗汉国 首先你必须要把 四项突破了 就是正四国 出国虚头盘 阿罗汉是四国 四项你突破了 你才能够正在阿罗汉国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数者像 还有什么呢 还有第一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无我像 你能够把这一关突破了 你才能够得到 正过阿罗汉国 我们行吗 做不到 这个下午 再跟大家 来做一个分享 希望我们等一下 下午再跟大家 来学习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我们大家都在 要好好来学习的 希望佛力加持 最主要的 佛号 在生活里面去磨练着 不要靠着 一直在念佛堂 认为在念佛堂 修行是最好的 也不一定 你要在这个生活 慢慢的去磨练自己 让这个业力 将来不要再障碍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